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堅持開封 今次我會和大家開封這一個鐵甲奇俠的 Blue Wave 1、2 集 左邊就是第一集,右邊就是第二集 現在看看這張碟還沒開封之前的樣子 由於我買的時候,因為拿太多東西,就弄到這裏 因為家人買了罐頭,所以我幫忙抽 最初就想應該不會有問題,後來就發現嗨嗨,回到家 就弄成這樣了,但幸好裏面應該沒事的 只是這個包裝,真是幸好有包裝紙 這樣就包裝著,不然這個裏面的 Blue Wave 1 套 這些位置,這個學的套就嗨嗨的了 現在看看這裏寫什麼,這裏就是通常這些 一些封面是打英文的碟,它都是會貼上一些 標示,即是貼上一些紙 就告訴你有什麼音效,還有那套戲叫什麼名字 香港叫,香港是鐵甲奇俠 台灣是鋼鐵人 接著英文就是Iron Man 避中文字幕,Marvel Studios 這個就不是初版,這兩個已經是第二次出的了,新封面 正面就是這樣,接著是一個Iron Man的樣子 其實舊版也是這樣的 但背景就不是這樣的樣子 如果可以選擇,我會選擇舊版的封面 舊版的封面是怎樣說呢 因為舊版的封面我自己覺得是比較漂亮的 因為新版的封面,它製作同一個系列 就搞到 好像,怎樣說呢,小朋友玩PowerPoint 這樣 教金色出來,斜的這樣 就記住Iron Man的感覺 其實我不是太喜歡的,不過為了 把電影儲存起來,所以才買的 旁邊,Bullweight Iron Man 這裏有一個Iron Man的 蜜頭 有發行編號 跟著還有 Marvel Studios 跟著還有周立的標誌 後面有些簡介,只有英文 還有買Bullweight有什麼呢 就是有個特別收錄 其實原本我打算買DVD,因為便宜一點 但後來就 考慮過特別收錄,所以也是買Bullweight的 後面這裏有些劇照 全部都是拍著Tony 我不知道 因為以前好像得利是出過的 我不知道以前得利的版本 背脊這個位置是怎樣 但現在就是 全部都是拍著 史達東尼 非常帥 或者叫蝦東尼 電視台就譯了蝦東尼 我覺得還可以的 這裏就寫了一些 幾多分鐘 和畫面的比例 跟著還有 語言有些什麼 跟著還有字幕有些什麼 跟著這裏是全驅馬 2級 A 這個是第一集 我們現在看第二集 還沒開封之前的樣子 看完就一次開封 全開封 第二集 Iron Man 2 這邊就是藍色 那一批油 我叫它做 這個就是用紅色的 我沒有記錯 第三集好像是深藍色 還是紫色呢 不記得了 總之應該是 一批油這樣游過去 但應該是深藍色來的 我印象中 跟著這裏有個 又是有個Iron Man 在這裏 忘記了Mkki了 因為太久沒看了 跟著這裏也是 跟這邊一樣 又是那些PowerPoint的感覺 如果外國版 即是那些叫什麼 4K碟 我覺得應該會好些 因為它會有紙套這樣套著 它真的那些 是不是雷射面 即是起碼會 有好像 那個 紙套會反 有些金屬 即是金屬那樣 即是有些反光線 就不像現在這樣 是真的一張紙 即是真的2D 跟著這裏 又是貼了一張中文字的紙 告訴別人是鐵甲旗合2 有些什麼音效 跟著還有避中文字幕 跟著旁邊 Bue 鐵甲旗合2 這裏又是有個Iron Man的蜜頭 發行編號 又是Marvel Studios 還有這個周立的標誌 後面這裏 又是有個Iron Man 但是還有這個 怎麼說 Iron Man的朋友 盧正氏 還有 愛國者 還是什麼呢 戰爭機器 後來才是愛國者 我記得是 跟著這個正 這個 即是 黑寡婦 第一次出場 蘭塔沙 這裏又有個東尼 少得這麼開心 跟著 還有這個是第二集的奸角 還有小辣椒 還有小辣椒 這裏有些簡介 其實我覺得它的簡介可以放大一點 這裏是一些特別修錄的東西 這裏又有些製作人的名單 即是發行商 哪個製作人 哪個 跟著 這裏又是有說那些 幾個分鐘 畫面比例 語言 跟著還有字幕 這樣 又是二級A 全驅馬 都是那一句 都是由周納出的 現在事不宜遲 開封了這兩隻碟 看看裏面是怎樣的樣子 好了,話這麼快 我就開封了兩隻碟 這個是第一集 現在打開它裏面看看 裏面都幾單調的 這隻碟跟其他那些 MARFEL 碟一樣 就是藍色 跟著 這些叫什麼 藍底白字 寫了一個Iron Man Logo 跟著就是藍光碟 大致上是這樣的 第一集 好,現在開第二集 相信都是一樣 背部是比較單調的 跟著就 第二集的Logo 我相信 我不知道 應該會不會得來出的版本有些不同 就是那些初版 那樣 就是藍底白字 這樣 好了,這兩隻碟就開封完了 不要以為這麼快完 現在就同場加拍這個 第三集 3D加Blue Way 這個怎樣說呢 我是在二手店那裏買 一些賣中古碟的東西 中古品 即是中古碟的店鋪買 這樣 其實這個不錯的 因為應該初初出 即是如果初初出 應該都可能二百多 二百多 三百多 我猜 但現在這個我買的時候 是九十元 所以就買了 還有這個紫套版 雷射紫套版 我覺得都幾型 所以就買了 即是就算看不到3D 也有隻Blue Way 看 但都是九十元 還便宜過這隻Blue Way 即是便宜過一隻全新的Blue Way 所以我就買了 可以簡單單介紹一下 Ironman 3 接著有一個 類似畫框 那樣 接著 東尼有些少少走出來 即是給別人一些 3D的感覺 整件都幾雷射 整件事 東尼也好像很累 那樣 旁邊 這裏就是一個東尼 這裏就是Marvel的標誌 不是Marvel Studio 也是發行的編號 也是周立出的 這隻碟 這裏是舊包裝 新包裝就不是這樣的 第三集的新版的樣子 又是跟這個一樣 又是金色底 有小辣椒和東尼的樣子 這裏有個東尼在這裏 跟著還有 他那些 怎樣說 他叫這裏是鏟房的 我記得 專門擺去那些甲的地方 這裏有些故事的簡介 這裏有些劇照 這裏是滿大人 他說自己是 但是是假的 這裏是愛國者 這裏是Ironman 和小辣椒 這裏都是 因為這裏是雙碟版 即是3D和2D 所以它就分開了 就不會只說一個 這裏也是寫了幾多分鐘 畫面比例 跟著還有就是語言和字幕 全區碼 但這裏就是二級B 就不是 好像這兩套一樣 二級A 是周立 它兩面其實是一樣的 現在就先脫掉一套 裏面就是這樣的樣子 鐵甲奇俠3 這裏都是MARVEL 不會像那些MARVEL Studio 這樣 這裏看得很清楚 有個冬尼在這裏 後面那些全部都是它的規格 另外這裏就是它原本的家 後面這裏其實跟雷射紙套一樣 所以就不多看了 看看裏面 裏面的3D碟就是彩碟 這樣 這裏是有封面的圖案 你可以當是 這裏就是跟那些碟一樣 都是 白字 藍底 這裏寫了鐵甲奇俠3 然後MARVEL 這裏我們這條開封片又差不多了 各位觀眾 鐵甲奇俠1至3 終於都存齊了 非常好 遲些我就會 儲齊整套MCU的電影 起碼1至3階段 就會一次過煲完它們 這樣 OK的 正的 這裏我們這條開封片 就開到你 這裏先了 各位觀眾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可以按讚 或者分享 如果想支持我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在一條影片再見 各位拜拜 請訂閱 這裏 我們到盡前 會不會 我們 pier檳 我們 我們 代表